你说身边会不会有一些诱惑 会嘛 其实很多人会问我说 你为什么最后选择的 是你现在的太太 而不是那个 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 我讲了一个事情给你听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要选他了 他大部分的东西只专心在他的医学上 所以他真的大部分的东西还真的不会 那他都不会 以前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谈恋爱的人就是会把一些 一段很小的事情一直换句话说 因为要整晚有话讲 结了婚以后就不需要了 我们把所有的话套成一句话讲完就好了 对 所以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忙碌的事情以后 就变成说的东西就 我做决定就好了 就不用再去讨论了 因为反正决定好就好 结了婚以后就不需要了 我们把所有的话套成一句话讲完就好了 对 所以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忙碌的事情以后 就变成说的东西就 我做决定就好了 就不用再去讨论了 因为反正决定好就好 非常幸福的人夫 这是我们张医师 张医师你跟你太太当时是 交往了十五年 我们这个非常话没有部署是 交往了十三年 结婚十五年 结婚了已经十五年了 对 因为我们结婚第一年 我小朋友都出来了 对 所以我小朋友现在是国三 十五岁就是 我都是这样记的 不然我永远都记不得我 我们为什么都结婚了 或是因为结婚今天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之后我也忘记了 对啊 所以其实认识了非常久 好多优点 好多这很多优点嘛 还好吧 没有 其实 他第一个是大家觉得很奇怪 会打桥牌为什么是优点 那是因为 大家觉得打桥牌跟优点有什么关系 那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很喜欢打桥牌 然后他其实不跟我同学校 我们是在一个校季的比赛认识的 他到我们学校来参加一个桥牌比赛 可是因为你知道吗 因为那时候 大家都好像有时候 有一些在公司里面 就是底下的员工会喜欢女上司 有的人会这样 因为那时候他在桥牌界 很有名气 因为会打桥牌的女生本来就不多了 会打得好 更少 所以那时候我是一个桥牌的菜鸟 刚去学桥牌 所以你就会对那种人会有一点崇拜 会有一点崇拜 对 所以我才说那时候我就喜欢上他 而且那时候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瘦瘦的 然后他又瘦瘦的 头发又很长 所以那时候就好像女神一样 对对对 而且有很多人追 非常多 因为那天打桥牌也有很多就是蜜蝟�神 别人就是蜜蜂蟘蟀 所以那时候觉得接近他会非常有成就感 但是其实很多人问过我说 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谁先主动的 我啊非常坦诚 我主动 但是他非常的配合 反过来是你自己感觉很好 蟑螂的東西 別人就是蜜蜂蟑螂 所以那時候覺得接近他會 非常的有成就感 但是其實很多人問過我說 當初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是誰先主動的 我要非常坦誠 我主動 但是他非常的配合 會不會是你自己感覺很好 沒有沒有 一約就出來 一約就出來 所以他非常的配合 他也很會選 因為剛好可能那時候 因為不可否認 因為那時候我們醫學系 還是有一點點的光環的 所以我就看他照片 對 這個是後來的後來照片 這不準 對 我要先跟各位說 這個如果你們看到這個照片 這個是詐騙集團好不好 甜蜜 他這個樣子是他變胖以後的 這是我們結婚之後照的 還是很漂亮 他在學生時代的時候 大概比這個瘦15到20公斤 所以你就知道 那時候真的是 有點女神階段 我應該把他那時候 大學的時候照出來 對 那時候真的是長髮飄移 就完全是我那一型 對 我喜歡的那一型 對 他第二排那個條件 也好棒喔 勤儉獨立會賺錢耶 超棒 就賢慧人氣耶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其實為什麼 其實很多人問我說 因為其實交往到這麼久 才結婚了 其實大部分人就已經沒有感覺 就決定要分手或是幹嘛 因為兩個之間 其實講真的嘛 你說你愛他能夠愛幾年 就到後來就是會有家人的感覺 你還會有那個衝動想要結婚 我覺得是因為他很獨立 他其實不管在生活上遇到任何事 他幾乎都不會麻煩我 很誇張的是喔 你可能都不會相信喔 我還記得我們那時候 要結婚的那一年喔 就是要拍婚紗嘛 事實上我們拍婚紗的那個 從頭到尾 大家都想說我們可能是 男生跟女生要去挑婚紗幹嘛的 對 事實上 因為那時候我還是住院醫師 我還是很忙 對 從頭到尾我都不知道 我婚紗是長什麼樣子 我都不知道 然後他去哪一家我也不知道 是他要 我們要去拍婚紗那一天 他的前兩天 他打電話告訴我說 我跟你講喔 你哪一天哪一天的禮拜天的 早上要留下來 我說幹嘛 他說那天我們要去拍婚紗 我就說好 然後他給了一個弟子 那天我就自己開車去那邊 事實上從頭到尾 我都根本不在那邊 我不是去接他 在那邊等我 我們就在婚紗公司見面 然後就跟他們去拍婚紗 所以 很適合當醫生娘 那時候你超忙的 對 那時候我超忙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他其實不管遇到任何事情 他基本上都會自己去處理掉 對 所以 而且我覺得 另外一個就是讓我很感動的就是 因為中間有過程到時候 我有去當過兵嘛 中間我有兩個去當兵嘛 其實當兵有時候假期 不是那麼的穩定 對 有時候會突然間被放假或幹嘛 就是我只要放假 我要找他 他永遠都會把我擺在 第一位 對 他不管他在幹嘛在幹嘛 他就是會出來 他就是會出來陪我 就是我要找他的時候 他永遠都有空就對了 所以會讓我覺得說 你做了什麼他這麼愛你 對啊 真的好愛你 你超愛你 我覺得可能是他眼光很獨到 知道我將來會有成功 眼光獨到 你是不是跨到自己 你講什麼都自己很棒 所以我們剛剛說生活白癡就是力了 聽說交往的時候 把你照顧得很好 對 因為其實就是 我其實不管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我通常都是跟他講 然後他就會去幫我做好 所以其實基本上 我就不需要特別去學到 什麼什麼的技能 我記得有一次他 他很少會 那時候我們有小孩了 那一次他好像出國去比賽 就是他敲牌 他是青年國手 國手 他是敲牌國手 他是敲牌國手 所以他那天 敲牌打的女 好的女生是很聰明的 對 後來他就出國去比賽 但是他一定要出去 所以他就出去七天 那出去七天的時候 其實他都已經幫我們 把家裡一些事情 都已經先講好了 每天要做什麼 他說寫在一張紙上面 說你今天要幹嘛 你今天要幹嘛 不行 你是不會過生活 對 不是 他怕我忘記一些事情 因為還有小朋友在 因為還有小朋友在 他怕我忘記小朋友的一些事 他就寫說今天你要幹嘛幹嘛 就那天我跟我女兒在家裡面 然後他突然間就很緊張 從廁所裡面衝出來 他說 白癡白癡完蛋了 我說幹嘛 他說我大便太大條 那個水沖不下去 整個水這樣咕咕咕起來 我就很緊張 我就過去看那個馬桶 我想說完蛋了 因為我也不會 我就想說完蛋了 我老婆還有兩天再回來 這兩天我們怎麼辦 那我們家那時候 只有那個廁所 我想說死定了 不知道怎麼辦 家子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我就開始賴他 想說一定要賴出來 說要怎麼辦 他可能在比賽幹嘛 賴通通都不接 我就完全不知道怎麼辦 就待了兩個小時 我就跟我女兒講說 你這兩個小時 先不要喝水 不要回他也多 要好緊張 等你媽回電 我這樣怎麼處理 你身為醫師 我就沒有處理過 完全不顧女兒健康 不是 我就沒有處理過 這種狀況 兩個小時我太太就很緊張 因為他可能 好幾宗未接來電 他就馬上打電話 賴通不是男生都會 稍微會一點嗎 對 會以為是男生都會 我想真的 我真不會 拿那個這樣叫就好了 我也不知道我家有那個東西 後來我太太就說 對 我太太就說 後來就回電了 她說怎麼了 她很緊張 又打六七通未接回電 我就說我們家 那個發動怎樣 我還拿那個Line拍給他看 我說完蛋了 那個水整個都擠上來 然後我女兒的搭牌 在上面這樣子 我說這怎麼辦 我們這兩天 你後天才回來 完蛋了 這兩天不知道怎麼辦 她說你不會找水電行 我就說水電行 我說我們家這邊 哪邊有水電行 她就一直講 她說你可以Google查 我說這個是要找水電行 我說我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就是GordWitz 對 然後我就說 那你給我水電行的電話 她說她現在怎麼找給我 對 她後來就說 你可以自己Google 沒有 她後來跟我說 你下去 她就跟我說 你下去找那個管理員 大陸有管理員 大陸管理員一定有水電行的電話 對 我就是下去找大陸管理員 然後後來就那個水電行 好重大的機密 那天才知道 真的 可以問管理員 對 還有一次 其實這種事情很多 還有一次就是 那一天就是我 因為最近我在上節目 對 然後那一次她也是 她剛好出去 因為她 就有時候她要出去做生意 她有時候要去大陸 要去幹嘛的 那天我就想說 明天要上節目 有一件衣服我還滿喜歡 我要穿哪一件 那衣服剛好丟去洗衣機去洗 那洗完之後 我就把它拿出來 我就想說皺皺的 拿來燙一下 我們家剛好有個 那個掛式的燙的那個 我看我老婆用過 我覺得還滿簡單的 就掉在那邊 然後她就這樣 我就覺得 這我應該也會 對啊 我就把它拿出來 我就放在那邊 開始 奇怪 怎麼弄了十幾二十分鐘 都還沒有很平的感覺 我想她平常都弄很快 有冒煙嗎 有什麼冒煙嗎 有冒煙 我就想說也沒做錯什麼事情 我就想說 為什麼我燙都不會平 我就打電話給她 賴她說 你那個是我弄錯的是不是 為什麼我燙衣服都不會平整 你燙得很快一下就好了 她就說不然你 你那個打開LINE 你照一下給我看 她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也要照嗎 因為她想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嗎 我就一照 我那個衣服我是洗完 還濕濕的我就在那邊燙 我不曉得要 不是乾啦 我就濕濕的 這怎麼燙 我不知道 我就想說這樣子 他全濕的拿來燙 我就拿全濕的在那邊燙 所以我燙了半天都沒有好 下次又先用吹風機吹乾 我就從來沒有自己燙過衣服 你知道我也不知道要這樣 對啊我不知道啊 我就從來沒有燙過衣服 要先曬乾 再拿熨斗燙 我沒有自己燙過 你們兩個都很幸福啦 真的很好 我們兩個是為了給 另一半成就感 讓他們有成就感 比起來我老公比你好多 還好沒嫁給你 真的 我老公是以後一個 你是不是這樣被嫌棄了 沒有沒有就是 我是覺得是這樣 就是他真的什麼都會 像我們家的燈泡如果壞掉了 我也是叫他 我女兒也是知道 像很多家庭是 家裡如果有什麼東西壞掉 媽 女兒常常就是會找爸爸 對對 我女兒都知道 那個家裡有任何東西壞掉 第一件事情就找媽媽 我家電腦壞掉 我家印表機壞掉 都叫媽媽媽媽媽媽媽 他只有功課不會的時候會叫我 他知道功課要我教 他要買東西要叫我 其他的通通找他媽就對了 那如果今天太太發生事情 你可以發揮功能救他嗎 聽說有一次他們在國外遇到了爬手 有跟你求救 不是也不是跟我求救 那一次是他 他帶我女兒去歐洲玩 還有他的乾媽 四個人出去玩 因為你知道就歐洲好像不太安全 所以我太太的錢包現金 就在一個那個市井裡面被爬走了 他們就沒有現金了 然後那一天我一個人在國內 那個我女兒就打電話給我 就用LINE我說 其實他也沒有很緊張 他說因為是我找 他就跟我聊天 他說那個白玉老闆 我們那錢剛才被拿走 被人家爬走 我就很緊張 我說那你們現在都沒有現金喔 他說對啊 怎麼辦 然後他說你匯錢過來好不好 我說當然好啊 我說貨賀賀賀賀賀 我說可是我肯大等你媽回來 我就要幫她匯 然後我不會匯錢 我沒有匯過錢 不會匯錢 我不會匯錢 我真的不會 我連去銀行開戶我都不會 而且像很多人 你是醫生耶 而且我說 所以像我的薪水 就是直接進個戶頭嘛 各位都知道 像我的信用卡是我太太辦給我的 所以我如果要去幹嘛 我就刷卡 我如果要幹嘛 要現金的時候 我也剛剛提款卡 我就去裡面提錢出來 所以我從來不知道 我的戶頭裡面有多少錢 其實我們生活裡面 什麼事我都不管 甚至連買房子的事情 我都不知道 我記得那時候 我剛從美國波士頓 回國的那一年 回國兩年的時候 我大後有一天跟我說 你哪一天有空 早上要出來 我說怎麼了嗎 我早上都要出來 他說你可不可以 找一個空檔出來 我說幹嘛 他說有一些文件要你簽 我說要去哪裡簽 好像很嚴肅的樣子 我就我也不知道 我就去 然後他就開車 照我去 就去看好大一個建設公司 我說在幹嘛 我就 他就拿一個很多單據出來簽 我就一直簽一簽 其實我當醫生常 我沒問我就是在簽 我當醫生常常在簽 簽的時候 我就簽 簽完之後我就說幹嘛 他說借錢 我說借錢幹嘛 他說要買房子 我說你要買房子 我還差點講出來 恭喜恭喜 然後我說不太好 好強 貸款 對 我就是 對 我說這是在寫什麼 他說借錢 我說你的名字比較好借 利息比較低 因為我是醫生常人 對啊 後來我就簽完之後 回家路上我才 突然想起來在問他說 你買在哪裡 後來他就買在某某某的地方 對 然後就就買了 我也沒去看 我就說你買那要幹嘛 所以我們要辦公司 他說沒有投資 我說我也不管 我說我也沒問我 剛剛是借了多少錢 我也都不知道 因為我都沒看上面的金融 我就一直簽錢 他隔了幾年之後 有一天我就突然想起來 這件事情 好像簽過一個房子 對 我就突然想 因為那一陣子房地產 好像在漲 我就聽我同事在講 我就說 我好像有一個房子 我好像有一個房子 我記得我有一個房子 對對 我不要記得 我有天我那天回家 我就特地跑去問他說 我就說 那個 我們幾年前 是不是買過一個房子 他說 什麼房子 我說有啊有啊 我記得有一次 你叫我去簽那個 他說那個 前年就賣掉了 完全都不知道 他買房子 賣房子 我通通都不知道 甚至連我現在 因為我最近半年前 剛搬家 我本來住在基隆 那個也很好笑 然後有一天就跟我說 欸我跟你講喔 那個 我們下個月要搬家 我說要搬家 為什麼 這房子不好是嗎 你要去買過 他說 沒有我已經買好了 蛤你買好房子了 在哪裡 他說南港 他說 哦 我又差點講出來公信 只是被通知而已 對對我是被通知 連那個房子都是裝很好 我才進去看 我去的那一天 就是我要進去住的那一天 你很幸福耶 我們才要恭喜你 恭喜恭喜我 好老婆 剛才在這樣意思 我們問他說 你的太太在幹嘛的 你居然說你不知道 其實我真的不是要騙各位 其實我被人家問說 我太太要幹嘛 我跟你講真的 每次人家問我說 你太太是做什麼的 是很禮貌性的 我人家會問一下 我就會跟他講 一開始我都笑笑的說 我不知道 人家就說開玩笑啊 怎麼樣 我告訴這邊 很鄭重的告訴各位 不是我不講 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幹嘛 我真不知道 你們住在一起嗎 我們住在一起啊 但是我真不知道 的工作是幹嘛 因為 他有時候在賣賣東西 有時候又說 他在美國有個老闆 然後有時候又去大陸出差一下 有時候又怎樣 然後一下賣吃的 一下又弄一下電器 一下子又幫人家 找一些什麼礦鐵的 我真不知道他在幹嘛 所以現在人家問我 是在幹嘛 我都說他是貿易 我只知道貿易 跟我們相關業 然後我真的不知道 在幹嘛 我真不知道 好離奇 老婆有名片吧 有拿過吧 沒有耶 還是在給別人 我不知道 我沒看過他的名片 我也從來沒看過他的名片 那公司什麼名字 他開很多家公司 一下開開關關 有時候我還是負責任 我都不知道 然後就關掉了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說這個 對我就不知道 他就這樣子 我真的不知道在幹嘛 我真的不知道 反正就是跟貿易 有點關係就對了 但是我真不知道 他在幹嘛 他看起來不像在騙人 我真不是在騙人 而且我也不知道 他收入多少 我連我家裡有多少錢 我也從來都不知道 那你收入多少 你自己知道吧 因為那個收入 我自己收入知道 但是進去他之後 我現在累計多少錢什麼 我也通通都不知道 因為我花錢什麼 通通都是他處理的 像買車是很多男人的 做的一件事情 像我一年前 剛剛買那一台車 那時候我也是一樣 我就去那邊看車 你也知道嗎 售貸人都很積極 他看到你心動 他就跟你說 今天來簽約好不好 他當場簽 他才 他怕你明天就改變心意 對 他就看我當場 就一直不簽 他就以為我是 想要去找別家 然後要去談更好的條件 他就開始一直殺家 希望我今天就把他簽下來 後來我就很語重心的跟他講 不是我不簽 是我不知道怎麼弄 我明天帶我太太來 你不要緊張 真的嗎 因為他很緊張 他一直以為 我就是不要跟他買 對啊 他很緊張 所以你覺得你不會買車 要叫你太太來買 對 我就說 你不要緊張 我明天會帶我太太來 他就以為是全國之辭 他就一直想要我簽 你就簽卡給他就好了 沒有沒有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不會啊 而且我也不知道 簽約會產生什麼後果 不知道 人家來幫我看一下 所以我隔天就 叫我太太一起過來 然後我就太太就進來 他就很高興想說我真的有來嘛 以為我會放大鴿子 來的時候 他就想說我們兩個 他就準備了三杯咖啡 準備要跟我們談嘛 對不對 然後我什麼三個一桌下去 我就說 好囉 接下來你就跟我太太談 我就斷著咖啡出去 外面晃 就不管了 對 所以我的車子是現金買的 買誰的名字 保什麼鞋 我通通都不知道 我就只負責開車 然後買車 我家裡以上都是如此 那我想問江醫師 那你會什麼 我 他會當醫生 你講的是醫生 全威 我太太每次都 我太太每次都跟我講 我有時候都會跟他講 像有一些我們的 真的比較好的朋友 就是跟我們很親密的朋友 他會說 你這樣子 就是開玩笑 跟我們一般來說 你這樣子你太太會不會 就是說 你會不會覺得說 學你老公什麼都不會 只會那個 他就會嘴巴一直唸 一直唸說 對啊 就你嫁給你老婆這樣子 他就只會 他就每次 我太太就會說 他在別人面前會說 對啊 他只會做他的醫生 其實他都不會 但他私下會講 他有時候跟我講 他就說 其實我有時候就這樣覺得 就是他覺得 我可以在一個行業裡面 做到極致 對啊 就是我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醫學上面 對 其實其他的事情 我就覺得 不管什麼 我都痛癢的 我就讓他去處理 因為就是他可以讓我有很大的舞台 我幾乎完全沒有後顧之憂 我不管要做任何人生 任何重大的決定 我都覺得不會怎麼樣 因為講實在 因為我也知道他的收入 maybe是比我高 我強烈的懷疑 所以他從來都不講 所以他從來都不講 對啊 但是他對我有一些 就是有時候 我可能要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會影響到我的收入 或是我想要去 學一樣東西的時候 可能這個月是沒收入 或幹嘛的 他都很鼓勵我 說沒關係啊 沒關係啊 你就去啊 你就去啊 他說你就不用擔心錢啊什麼 所以我一直很懷疑 他收入比我高很多 所以其實你感覺自己 是沒有自己的存款的 我不知道存款多少 我也不知道 我從頭到尾就只有一張信用卡 還有一張那個提款卡 那提款卡還是 不是提我原來那個 那個帳戶裡面的錢 所以看不到餘額 那個餘額是他每個月 可能會個兩三萬 在那裡面 你也不會想要問一下 我不會想要問 也沒有 不安全感 有人會跟我講 他說這樣子你會問 今天所有錢都不見了 我不知道 我對他蠻有一種信任感 第一個我覺得不會發生這種事 第二個是因為 我覺得就算搖一天 假設真的這麼倒楣 就真的就這樣子了 我自己的能力也很強啊 我都這樣想 我也沒差 我重新來我也無所謂 是不是就是這一點 你老婆覺得 這是你對他的愛的表現 因為我們剛剛聽了半天 你為他做什麼 他為你做了這麼多 他為他做了什麼 我讓他以夫為榮吧 我怎麼覺得是以氣為榮 他的屎 對了耶 不是 就是他可能覺得 我也很尊重他吧 像家裡面的一些 像我常常在講 像很多夫妻 如果你們去外面旅行 自由行有沒有 常常會吵架嘛 就是說你可能 你可能小小魚 你安排一個行程 你老公可能有時候覺得 這個行程這樣子 他不是很滿意 他有時候會閒 會講話 會講話 我不會 像我跟他出去自由行 我就會很甘願 就是我們一家人出去玩 或五個六個大家自由行程的時候 不管他的行程 我有多不喜歡 我當下都是笑咪咪的 而且我也絕對不會選他 我是一個很配合的人 就是他不管做什麼決定 他今天安排了一個什麼行程 我就是 都OK啊 我知道在什麼時候 要給他一些面子 或是怎麼樣 相對的他也是一樣 像很多人問我說 因為蔣時代的 我們到那個 因為我太太的學歷 沒有那麼高 他是跟郭台銘先生 同樣學校 就中國海產畢業的 其實我到後期的時候 你說身邊會不會有一些誘惑 會嘛 其實很多人會問我說 你為什麼最後選擇的 是你現在的太太 要不是那個 我就跟他講了一句話 我說 我講一個事情給你聽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我要選他了 你說我們兩個在一起 會不會吵架 其實基本上是沒有吵過家 就是我們在交往前的時候 有一次我生氣 有一次我生氣 我就 因為他坐了一個 別的男生的摩托車 我吃醋 那天我知道他坐了一個 別的男生 從某個地方 騎了三公里 去一個那個類似那種 那個茶店的地方 他們就帶出去 你想嘛 騎個摩托車 手要放哪裡 一定要摩托 好啦 你跟我說 好有沒有抓前面 還是你抓後面 抓後面人家煞車 你會不會往前頂 哪個地方頂到 你告訴我 不爽嘛 對啊 就不爽嘛 對啊 正常的時候 如果是你男朋友 這樣質問你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你會不會覺得 神奇還是幹嘛 還是幹嘛 你會覺得說 有的會覺得你不相信我 也沒怎樣 或者是說 你會被小迪大作 或是什麼樣 也沒怎樣 你又不來載我 只好做他作 類似這個樣子 他完全沒有反駁 他媽媽就跟我說 對不起 我不知道你會這麼在意 如果我知道你會這麼在意 我絕對不會做這件事情 聽老說 可是他講完之後 你當下就會高興了 有時候男生 其實也不是那麼無理取鬧 只是當下 你就是要給我一個交代 他會馬上給你一個交代 然後隔了兩天 我完全忘記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還跟我講說 其實我跟你講 那一天其實是因為 因為那時候他也是學生嘛 大家都很窮嘛 剛好有一個做生意的機會 然後那個 有另外一個夥伴 在另外一個地方 他們兩個已經在那邊先談了 要去找那個夥伴 他說我們現在馬上要過去跟他談 你怎麼不能說 他騎著摩托車 他自己去 然後我坐公車去 這樣很奇怪 我是因為這樣子 那天才坐他摩托車的 所以我意思是說 他會在我企圖上的時候 他完全不會跟我吵 他好溫柔 他會先把我hold住完之後 兩天之後跟我解釋 說那天的情況 其實是這個樣子 就是因為這樣 我覺得這個女的 我一定要去他 好棒的人氣 我覺得他內心是很飽足的 所以他可以用各種方法來 很有智慧應對你 這個老婆很棒 但我覺得其實 張醫師你也很棒 其實剛剛看到一點 他因為把他自己縮一切 我覺得他是全人交出 交給他老婆 對 所有的信任感 他的財產 他所有的一切 那種是完全 其實女生最需要的 是一個信任感 安全感 你是全部給他毫無保留 因為我是覺得 這點很難得 很多男人是做不到的 而且我都有想到一件事情 修燈泡 修馬桶很多人會做 但這一點很多人做不到 但是因為我知道 因為現在法律有保障 如果離婚是一人一半 所以我還稱讚你這麼久 你這點你還懂嗎 我懂 這個我知道 因為有同學跟我講過 關鍵最重要 我很多朋友都離婚了 你怎麼說你沒有簽過 什麼財產協議書 對 下次我簽的時候 來看一下 你太太說 十年前就簽過了好不好 我太太完全不會管我 這個月信用卡收到多少錢 她也完全不會管我 從李滅領了多少錢 她從來沒有問過我這一筆錢 挖去了哪裡 從來都沒有 所以我也從來都不知道 我一個月花了多少錢 我就要花就要花 她從來不會管我這件事情 從來都不會 聽說婚前婚後 你覺得太太 對你的態度有改變 對 我覺得是 其實剛開始跟她交往的時候 你會感覺一整個就是 只有兩個字 就是舒服 這什麼意思 我講的舒服的意思是說 她會讓你的心裡很舒服 就是因為她其實 其實我聊的是她 她從小生活比較刻苦 所以她其實在工作的時候 她就一直在打工 所以她很早就社會化了 我不曉得是因為她社會化的關係 跟我一直在 像我爸爸她從小到大給我一個任務 因為她沒有給我任務 就是我只要做一件事就好 我只要讀書就好 其他事我都不用做 所以社會上的 險了我都不知道 她都了解 所以她這種已經社會化的人 對付我這個單純的學生 她當作是手照勤來 她很容易就 負平我內心的一些不滿 她也知道我什麼 很多的不高興 所以婚前你覺得她是一個 很順服你的人 對 其實跟她在一起 跟一個很舒服的地方是 我從來不去擔心說 比如說我今天晚餐要吃什麼 我這禮拜六日要帶你去哪裡 我可以隨心所欲 她也不會抱怨 就是我想幹嘛 她今天跟我去 我跟她說這禮拜我想回家 要嘛就是她會問我說 要不要跟你回家 類似這樣子 就是我從來就不用去擔心說 她想要幹嘛 她想要幹嘛 她會一切都順著我 就是我想要幹嘛 就等於她想要幹嘛 就讓你覺得跟她在一起 是沒有什麼壓力的 那很棒啊 那時候你那麼幼稚 有個那麼成熟的人 對 所以我說很棒啊 所以我後來才會娶她 我就是覺得這樣很好 那結婚後什麼變了 結婚之後就是有點 其實剛開始也沒有什麼變化 就是因為你知道嗎 就是結婚之後就是 就是有一些 慢慢她有自己的事業 你懂我 就是她可能自己的眼界越來越高了 當然我也越來越優秀了 我還是可以配得上大 只是說 就是當她有自己的一些事業的時候 她就開始會有自己的一些 有一些想法嘛 而且我又只專精在我自己的醫學 所以生活上的一些 柴米油園 降助場 或是甚至一些 買房子 買車子的事情 我就比較沒有去碰 我都是看一眼 我就說你決定就好 你決定就好 其實她有點搞錯了 就以前她 以前我們在那個年代 其實是沒有手機的 所以她要在學校排隊排半個小時 打電話給你 然後好不容易打電話給你 講了半天說 這個週末要約你出去 你好意思說不要嗎 那當然說好啊 所以就被她誤會成說 我們比較百依百順 其實是因為 你知道她排隊排了那麼久 打電話給你 總部還是拒絕吧 也行 誤會誤會 只是不想傷到她的心 那她剛剛說什麼 你什麼都會聽她的 去哪裡吃飯什麼都會聽 那是因為 就是她排隊排了那麼久 跟你講說 我們等一下去吃點什麼好不好 你會說 不要 我不要吃嗎 也不會啊 我會說好 而且她以前是 對 很好 就是比如說很晚了 她就覺得說 從學校要騎摩托車 送個宵夜給你吃這樣子 因為覺得很感動 因為大陸也是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她會覺得說 你會不會肚子餓 我送個宵夜給你吃什麼的 那純粹就是因為 她花了很多時間 去排隊打電話給我們 那我們在家裡 只是接個電話而已 所以我們要有這種心情 還對應這樣子 對 那現在結婚了以後是真的 因為她大部分的東西 只專心在她的醫學上 所以她真的大部分的東西 還真的不會 那她都不會 以前我們在談戀愛的時候 我們談戀愛的人 就是會把一些 一段很小的事情 一直換句話說 因為要整晚有話講 結了婚以後就不需要啦 我們把所有的話 套成一句話講完就好了 對 所以就是 各自有各自的忙碌的事情以後 就變成說的東西就 我做決定就好了 就不用再去討論了 因為反正 決定好就好 之前張醫師有在我們節目分享過 大家覺得不可思議 就是她幾乎生活傻瓜 就是你啦 什麼都不會做 黃哥也是啊 我還好啊 你們兩個人 你覺得誰程度比較嚴重 不太做 聰明男生想要過好日子 就稍微讓自己稍微失能 可是失能不代表不行 像我太太生病 那時候我就自己會去做 但是盡量 她狀況好的時候 我們盡量就做得不太好 或做得很差 她就會受不了 就會拿去做 哪有 我們認識三十年 你也才做今年而已吧 今年 今年有做 馬上被泄底了 人比沒做好啊 有進步了 所以你們兩個是評分秋色 完全一樣 我不知道很難講 不過因為家醫師 真的大部分什麼事情都不會 就是包括做 比如說像我們買的任何東西 有什麼事情讓你覺得最傻眼的 其實她就是家裡 像回到家裡 就東西都亂丟 那我叫她收個東西 準備個東西什麼的 完全不會 然後甚至拿個抹布擦桌子 她也不知道要拿抹布擦桌子 抹布擦桌子 這是不是小學有教嗎 沒有沒有 她沒有辦法想像 我就說桌子濕了把它弄乾 弄乾對她來講 她是一個理工的人 就拿吹風機吹 因為她覺得這樣就乾了 因為她認為你定義 沒有把它講清楚 你沒有告訴我說要多乾 吹風機吹了可以完全乾 抹布擦了還有點濕 她這樣講你也是沒有錯 可是你就很難想像 她連這個都不知道 好了你勝出了 哈哈哈哈 你還認識過 我嘗試還是有 沒有 很難得你對生意抽 像我們家的燈泡如果壞掉 馬桶如果不通了 因為她每次都會在家裡面抱怨說 我在你們這個家 我只要照顧兩個姓姜的就夠 什麼事都不用做 一個姓姜的就是我 一個就是我女兒 我們什麼事就是只會叫一句 媽媽媽媽 就是馬上叫她 燈泡壞了叫她 馬桶壞了叫她 那妳有什麼感覺 就是所有東西跟我修 我已經搞到連我女兒在學校 學校東西壞了 她還舉手跟老師講說 叫我媽來修 我已經沒有一個女生 哈哈哈哈 對 她在小學的時候 學校東西壞掉弄不好 她又說 老師可以叫我媽來修 對 她同學都是跟我去修東西這樣 對 所以基本上我在家裡就是一個工人 然後負責所有的打雜 只要他們回到家裡 兩個人就完全失能 我不在台灣的時候 因為我很常出國比賽 我不在台灣的時候 小孩子跟他 可以把事情做得非常好 我女兒還可以自己洗衣服 自己收拾東西 我一回到家說的東西完全失能 回到家東西一擺 整件事情都跟他無關 他也是差不多意思啊 他回到家就整件事情 都跟他無關了 可是我不在台灣的時候 聽說他們都做得很好 所以是妳太能幹了嗎 妳覺得 我覺得我比較能夠被交付事情 事情交付到我手上 我會想自己慢慢把它完整的做好 對 這是對這個家庭的責任 那他在家裡的作用是嗎 沒有任何作用啊 什麼沒有作用 就是妳知道嗎 有些人嘴巴會這樣講 但是妳知道嗎 就是說一個家裡總是要有一個 那個定海生鎮嗎 我覺得我是那個定海生鎮 定海生鎮是什麼樣的一個指標 就是說一個不管是心靈層次啊 還是什麼的層次 就是說只要有我在就安全了 是這樣嗎 有他在你就覺得安全了 沒有明顯的感覺 然後再說安全了 但是我來看安全了 不要有他在 因為家裡頭這些什麼換燈泡馬桶 都是男生的啊對不對 一般女生都不太會啊 妳怎麼那麼厲害啊 因為我從小到大就是 家裡東西壞掉 找人修很貴啊 當然要靠自己啊 溫婉皓宇 妳覺得這樣聽起來 婚後到底誰改變 我覺得兩個人都沒有變啊 那只是遇到對方以後 把原本的特質放到最精致 我覺得就是像她以前打橋牌的嘛 打橋牌的女生怎麼可能弱 妳第一眼看到他 妳就覺得他還蠻溫柔的 其實還蠻溫柔的 沒有那個強不是說 就是個性或是什麼 他其實一定很能幹 所以後來可以有自己的事業 那就表示其實你見到他的時候 你早就知道他是這個樣子了 對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江醫師其實也是很典型 我們這個年代 旁邊很多男生都這樣 我老公是連米也都不會洗 他以前會用洗碗機 洗碗精去洗蜜 洗碗精 對啊 因為以前 我覺得他們是一種寂寞 我覺得以前有一些傳統家庭 就是把整個 整個那個心力都放在男生身上 對 所以家裡面如果有一個男生 就是姐妹啊 媽媽都要服侍他們 然後所有的東西就是 都是女生做 他只要男生 要負責讀書就好 對 就好好讀書 那說實在的 就是當先生就是很多事 沒有去做的時候 他當然會越來越能幹啊 你會覺得很累 其實那我已經習慣了 對我來講 沒有資格去想累或不累 對 因為回到家所有事情都我 對 我只要一回到家 所有的事情 包括舉辦工作也好 因為我還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我還有兩個人要照顧 然後這兩個人 還是回到家就失能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我一個人扛 每次搬家都是我一個人處理完畢 真的 那時候小孩子還很小 就兩個帶在身上 要去B&Q化 然後再一起回家 然後他就拆 然後拆到很生氣 因為他拆不下來 然後我只記得那房間暗暗的 他在那邊拆 拆到回頭居然跟我說 我不要拆了 你知道我胃科醫師的手很珍貴嗎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好好笑 我一點都吸不出來 為什麼又覺得一個 這麼大象熊的人 跟我說他的手很珍貴 然後我就會一直笑出來 我就說 好... 那你不要拆 因為我心裡想說 對 他如果手受傷了 那他不能開刀了 那我們家收入就已經很少了 那不就更少嗎 然後我想說 好 那你不要拆了 那我就自己轉轉轉就把它拆了 就很快 所以他的手可能比你還嫩 他手比我嫩 因為我講小做生意的 對... 可是有些時候 我可以理解VioLate 等他們做時間拖太久了 沒有 因為其實一樣的話 江慧俊也講過 以前我叫他做一點雜事 他就說 我的手是拿來救人的 對 哈哈哈哈 那你們的手呢 就是拿來搬中午的 對 沒有 然後拆東西他也不用講了 根本就不可能 只會把它拆壞而已 可是這樣講起來 是不是有點道理 他是賺錢的手啊 然後保護他們的手 你這種理由你接受嗎 不是 我其實不太能夠接受 但是他拆拆快把他拆壞了 拆壞我不能退那更慘 所以我還是靠自己好了 完全越理解 完全全清淨 我可不靠谷啊 靠自己比較快 我可能十分鐘全部搞定 他搞不好一兩個小時還在那邊弄 然後告訴你 他是手上來救人的 那是不是男人 也是不太懂得容易滿足呢 問一下江醫師 聽說你覺得婚後 你太太有兩騙 第一騙是什麼 第一騙就是 對你這麼好勒 第一騙就是騙我說她要減肥 事實上我太太就是自從 就是生了我的女兒之後 我女兒現在15歲了嘛 國三嘛 減肥了15年 中間只有 偶爾曾經略有所成過 但是馬上又 哈哈哈 但是他你知道嗎 他會有一個理由跟我講 你知道嗎 因為你知道嗎 他以前不叫這個名字 他以前叫劉玉琴 他以前叫劉令琴嘛 他當初改這個名字的時候是 去南部找一個 我們很相信的算命老師 幫我們幫他算的 然後他說你要取這個名字 你的家庭就會越來越旺 但是你要付出一個代價 就是你會變胖 所以他每次都用這個代價跟我講說 我是為了你們家才取這個名字 變胖的 你還一直叫我減 我減不去還是我的做法 犧牲好大喔 犧牲好大喔 對耶 可是他這段時間是跟我講 好好疼惜他 對所以我後來都不能講他胖 我都不能講 我都會說 他還蠻有福相的 哈哈哈哈 因為他就說 他這個是為了我們家 所以他只好取這個名字 算命老師已經說了 取這個名字一定會變胖 是沒有辦法的 是因為懷孕胖了33.6公斤 小孩子有3公斤 全部都在我身上 那我們這樣講回來呢 他沒有懷孕 他也胖了20公斤 那這樣講 你很快嗎 哈哈 人家對等嗎 我是沒有改名的 我工作忙啊 要對等 你看一下保安哥很不一樣 你看一下保安哥的照片 哈哈哈哈 所以這樣講我是不公平的 我如果是我換位思考 他懷孕生小孩 我看到的是他對這個家庭 充滿了付出嘛 所以每個人的看法不一樣 他沒有看到我的付出 好 我是為你身體好 那個肥胖會有很多不好的 是甜蜜的代價 對 那第二片是什麼 第二片就是我講過 他很喜歡打橋牌 他有時候會問我說 他要去哪裡打牌 可是你知道嗎 去國外比賽就是 就是可能去五天 就是五天失業 小朋友可能有時候 要念書 要接送或怎麼樣 有時候就 他去打牌的時候 可能他就 因為我工作比較忙 我沒辦法固定說 我女兒放學 我一定可以去解答或怎麼樣 而且燈泡馬桶怎麼辦 對 燈泡馬桶怎麼辦 所以有時候他就會拜託他姐姐 然後一次兩次 你可能覺得就還好 可是當次數多的時候 你就會抱怨 所以有一陣子 我就開始不准他去打橋牌 我就會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為了打橋牌 就把女兒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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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開始會不高興 對啊 然後後來 怎麼解決 對 然後後來他就 他就說好 就跟你說他是一個會 表面上會遵從你的 他就不會跟你正面衝突 他就說好啊 我不要去打 就有一次他就跟我說 他去大陸出菜 因為我知道他有蠻多的生意 兩岸要跑 我是根本來跑 就回來的時候 就是有些人就是 做事情又不插嘴巴 那個代表隊不是會有個牌子嗎 對啊 要選一個什麼橋牌隊 什麼什麼比賽的 幾歲幾下 就給我丟在桌上 哎呀 你不是出菜嗎 對啊 你不是出菜 有沒有懷疑打橋牌 沒有沒有沒有 不能這樣子 因為我們打橋牌是這樣子 我們出去一個隊是六個人 如果我不去了 我是背信另外五個人 我們是一個代表隊 而且我既然是打國家代表隊 我一定要不停的練習 我不停練習就要出國比賽 那出國比賽整個人都是 大家都是卡位卡好的 我不去整個隊就掛了 所以有時候真的沒有辦法 那我又怕跟他講 他不讓我去 所以只好先展後座 我至少去了 不要背信那五個人 回來再跟他好好講講就好了 因為我是一個很會轉的人 我剛開始是很生氣 然後後來我就想到這幾件事情 第一個 他確實還尊重我 他不敢直接跟我講他要去 因為他直接跟我講他要去 我說不准他就真的不能去了 那個第二個我比較能夠接受 就是我覺得年紀漸長 有興趣很重要 我自己其實也很想要 再去打橋牌 但是我真的沒有空 所以我想說 我知道他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曾經熱愛過這個活動 所以我知道這個活動 真的喜歡的人 他對你有多大的吸引力 所以我想說 對 主要是因為還有隊友 我不能夠對別人沒有信任 你要感激我給你的空間好不好 我想要強調他給我空間 我想要強調的是 我不能夠對別人沒有信任 我自己沒有辦法再去享受 他講了這麼多 他現在等你謝謝他 對啊 我說不謝謝我 撲梗撲太久了 好 那問一下你太太好了 也會念你的話 你會被我抓狂的時候 或是你把太太弄得很抓狂 其實我真的 我很慶幸我自己上了這一集 我是講真的 因為人都很習慣 從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 特別是我自己的工作也很忙碌 所以我總是會覺得說 我的太太應該要幫我 把家裡都顧好 第一次聽到媽媽們 去講他們對家裡面的付出 他們在家裡面遇到什麼事情 因為這些事情 其實是我平常看不見的 因為有時候會怪我老婆 因為像我們家裡只有一個女兒 所以我對我女兒的那個 生理狀況我一直很注意 我以前住在基隆 基隆很潮濕 所以小孩子很容易會過敏 我覺得有一次 我女兒在家裡面就過敏的時候 我就有點不太高興 我就跟我太太講說 我說這個基隆好像這樣子 很容易過敏 不然我們搬去台北好了 那你老婆又賺那麼多 那是旗幟 那你還對他不高興 你要對他好一點 沒有 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去台北看一下房子 我說你如果看到好房子 我們就搬去台北 然後我再開車來基隆上班就好了 沒有關係 這件事其實我很多事情 是講了我就忘了 講了我就忘了 結果後來有一次 我就在家裡 那天回去的時候 我太太就煮飯給我 和我女兒吃 吃完之後我女兒就 跑去書房就 我太太就開始切水果 她水果都要切兩分 一分送到書房給我女兒 一分送到客廳給我 因為我在客廳看電視 對 她切完之後 她就開始洗碗 然後她其實到時候 剛好在美國有一單身 有接到 然後她剛好沒有搞定 所以她其實很忙 一面洗完又一面要去弄電腦 一面洗完又一面 一面洗完又一面 就好死不死 我現在又聽到我女兒 在那邊打噴嚏 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說 我就突然去問她說 我之前不是跟你講說 要去看房子的事情 你有沒有去 那好像是兩個月前 我就跟她講說 現在房子咧 因為我就很不高興 因為我就聽到我女兒打噴嚏 她就突然就對我兇了 她就說什麼 你以為買房子是買鞋子喔 拜託你兩個月前跟我講 你以為現在就會有兩雙 兩個房子 沒有道理 我還要去看 我要幹嘛幹嘛 對 所以我才說 有的時候 我就是會用自己的角度 去看這些事情 我就覺得這些所有的事情 她都應該要弄好 但是其實我跟那個 她本身是喬白國手 有一次她去國外比賽比十天 那十天是我自己跟我女兒相處 那你知道我醫生 我有時候要值班嗎 那時候她 我記得她好像是 過小一年級二年級 我也是沒有辦法放她 一個人在家裡面的 我記得那天半夜兩點 我就剛好有一個急診刀 我怎麼辦 我要去開刀 可是我女兒在那邊睡覺 我也會擔心 我跟妳的先生一樣 萬一有火災怎麼辦 萬一有地震怎麼辦 不能只一個人在家 對 他不能一個人在家 可是怎麼辦 那時候半夜兩點 病人又在那個 開刀房等我了 我要怎麼辦 我不能把它拔到開刀 不行 我不能把它拔到開刀 我怎麼辦 我就 把她抱起來 我就走到外面去 我就去找她同學的媽媽 因為她跟同學媽媽 住在同學社區 我就去她家敲門 半夜兩三點 我敲得很大力 我相信她在裡面很怕 好在 她最後還是有 偷偷地這樣打開來看 看是誰在敲她家的門 看到的是我 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現在要去開刀 妳可以幫我顧我女兒一下嗎 對 後來我四點多 開完的時候我再回來 又把她喬吵起來 好可憐喔 好憐喔 所以我知道那種 自己帶小孩子的哭 你隨時會有一些 突發狀況的時候 所以後來我就會比較能夠 能夠理解我 我太太她有時候一個人 要顧家裡又顧女 又顧女的時候 那個很煩惱 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